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 整个现在乌克兰的战争 最大的一个进展 是俄罗斯全部拿下了 顿巴斯两个州里头的 一个卢干斯克州 而在整个顿内茨克州里头 也大多数落入了俄罗斯的手中 目前整个乌克兰军队 有些地方不得不撤退 我们刚刚也引用了 前乌克兰国防部长的说法 另外一个是 美国国家情报局的判断 他们认为是 俄罗斯将会守住整个乌东地区 而成为一个国家长期分裂的状况 或是乌克兰等于是 实质上永久失去了 乌克兰东部的治权 这将会是未来最可能性的一个局面 整个乌克兰的政治局势里头 还有一个问题是尚待解决的 就是乌克兰的重建 目前泽伦斯基总统认为 他们重建的经费 需要7500亿美元 即使我们刚刚提到的 Boris Johnson是最支持乌克兰的 当时他说我们愿意出钱 他出多少 出10亿美元 再加上5亿是世界银行愿意给的钱 这跟他们所需要重建的经费 7500亿美元 完全是不成比例 而各国虽然很支持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 可是这里头对抗俄罗斯两个字 可能比支持乌克兰来得更加的重要 目前为止各国开出来的条件 就是乌克兰力太贪腐 除非你可以改革贪腐 否则这些重建经费 不会很快地交到乌克兰的手中 让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的战事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To cries of God is great Russia's Chechen allies have claimed a big prize for Vladimir Putin tonight Lisichansk the last city held by Ukraine in the Luhansk region has fallen 俄罗斯总统普丁 4月初公告主攻顿巴斯地区 宣称解放该地区的俄语系民众 是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在三个多月 无情 暴力且残酷的攻击下 无军撤离乌干斯克州最后据点 立新成斯克 俄军宣称完全控制 顿巴斯其中两州之一的乌干斯克州 俄军攻占 弩甘斯克州 为西近和南向的进攻 开通道路 俄军线控制 八成以上顿巴斯地区 下个目标完全占领顿巴斯 另一部分 顿内茨克州 俄军已开始密集空袭轰炸 该州多地 揭开全面进攻的序幕 关键交战将在斯拉夫 杨斯克展开 另一被锁定的目标 距斯拉夫杨斯克以南 约45.6公里的巴克马特 俄军已逼近到 紧离6、7公里远 顿内茨克州政府和乌军总部所在地 克拉玛托斯克 据斯拉夫杨斯克 以南约20公里 也可明显感受到 敌方攻势升级 控制该城的话 俄军等于 实际掌控整个 顿巴斯地区 二十四开战前 敌巴斯约有610万人居住 开战后至少半数已经逃离 留下的有的是为照顾 年迈或生病的家人 有的是没有钱可以离开 有的是支持俄军进攻 他们被称为等待者 等着回到俄罗斯的怀抱 事实上 这些生活在顿巴斯的居民 2014年为基辅政变抗争 乌冬秦俄势力和亚索银爆发内战 八年前已开始过着不平静的日子 在二月俄军大举进攻下 这里的战火更加猛烈 多数亲俄和反对俄罗斯入侵的 两派民众更加分裂 亲俄民众认为 这场战争是乌克兰总统煽动的 反俄民众面临城市 遭俄军控制的恐惧 而和平是这两派民众内心共同的祈求 开战以来 估计乌克兰约有三分之一人口被迫离家 包括在国内流离失所的超过627万人 还有逃亡欧洲约480万名难民 目前大多数被迫逃离的民众 都是出自乌冬地区 带着最低限度的必要家当 前往西部或北部寻求安全庇护 还留下的民众仰赖救援组织 运送物资 在已习惯的炮弹身下 祈祷能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 这组织的众活动是在西部尔斯 小小区最接近的地方 最激烈的战争 组织的阶约 织的阶约 织的阶约 很快的家人来到充满 射程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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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反应 当然 只会是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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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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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战火逼近 盾内茨克州州长吉里连克呼吁 还留下的所有民众 立刻撤离保密 开战前 驻有超过10万人的斯拉夫·杨斯克 近来在俄军逼近下 每天都有大批民众逃离 7月6号前 还有约2.3万人尚未离开 这是一个急迷失的 选择 但是说了 好 不够 是不够 没有什么 在这里 在俄国上 战争 西方的战争 战争 小小房子 和保持战争 和平衡 和安全 这就是我家店 我没有言 很多钱 很多钱 很多资金 很多资金 20年 都没工作 全都失败了 我没有更多货币 没有关系我们的城市 它是不长时间 我们快将会出现 它会是我们的 这个压力设计 是非常确实 很高的 很高的 它们都给予了 几个国家 这些是判施的 这些是判施的 但是它们仍然是 重复判施的 这些是俄罗斯克的 所以他们更多哭 根据前乌克兰国防部长 7月7号表示 乌克兰军队正面临 一个脆弱的时刻 乌军从具有战略意义的 利息昌斯克撤退 因为乌军的旧武器 和弹药用力 二军一点一滴占据乌冬 持续抗战的乌军依旧相信 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但他们仍在等待 西方送来更多军援 扭转挫败的局势 还有7500亿美元的重建经费